新城乡公所为了感谢志工伙伴的无私付出 并且发扬模范志工的事迹和精神 30号的上午在光荣康乐渔村餐厅 举办了新城乡110年度 模范机优志工的表扬活动 向让何丽塔也一一表扬机优的模范志工 来彰显模范志工事迹和精神 成为全乡的表率 因为志工的投入 才能够让新城乡成为温馨又幸福的乡镇 新城乡公所为了感谢志工伙伴们无私的付出 并且表扬模范志工事迹和精神 30号上午并且在光荣康乐渔村餐厅举办新城乡 110年度模范机优志工表扬活动 活动安排精彩的表扬活动 让辛苦的志工们前来欣赏 志工表扬并且分为维护乡内治安 并且保护乡内生命产生安全的疫情 民防益效益寻求对志工伙伴 在这26年当中 看到我们所有的志工 在各个角落来为我们地方来服务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 与政府的力量有限 人力有限 而来民间的志工团体 在各个市农工商工作之宜 能够放弃自己的时间 为地方来服务 所以我们今天在项链 所以优质志工28位的日子志工表扬 我们先给他掌声表示感谢 感谢大家 谢谢你们感谢 我们要这一次疫情民防行手 疫情民防行手设计的一些志工 还有我们非常感谢的默默在地方 来为我们服务的各位 尤其在消防减销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到所有的志工们 不管地方发生任何的失误 努力以步一马当先 不管是在救抢救 以及社区行手 治安等等各方面 包括照顾社区脑络 各位的付出 各界要来表示感谢 向上何立台表彰 机油的模范志工 彰显模范志工 司机的精神 以及全项表率 并表示 因为志工的投入 才能够让新成乡 成为问心之乡 感谢常年在各村社区服务的志工们 因为他们参与 才让家园能够更加幸福美满 表彰活动 进而发觉感动人情的事机 让社区民众 志工们起居一堂 正经沟通 意见交换 分享心得 与业深心 真的将是一个大家庭 期盼更多乡亲 投入资工行列 共同为我们的家人来努力 记得终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